你不想要回家 过年肯定要回家 今天父母什么的 中国传统就比较 一年总要有一个 反正就是要回家 最主要看见爸爸 爸妈 很想念家里的床 念一个人 就是过年就会很孤单 家里一家人热闹一点 因为家里舒服 然后爸妈也在家里等着 去年回去了 今年就没回去了 因为路太远 有时候基本上如果年年都回去的话 好像稍微远一点 坐车的话大概是七个小时高铁 我是林港的 我要坐大巴回去的 坐六个到七个小时 有在外打拼的小伙伴 他们其实就是为了回家 给父母一个交代 一个思念 也是希望一景还乡 我觉得 年轻嘛 你在外头熬一年 可以 对不对 回家也就是团聚一下吧 就是有老人的 或者有孩子的 他们要见个面吧 就这个意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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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